每次想說要砍木材來蓋自己的建築基地 或是砍伐東進暖爐需要的木材作為燃料 結果砍沒有多久樹 人物就開始氣喘吁吁的 我一會兒就變成過度疲勞了 有時候再將毀 因為有木材的需求都會很頻繁的砍樹 從寫實面來看 重複的做一件事情應該是會進步的吧 還有珍貴的斧頭 又沒有多久就壞掉了 伐木最大的困難就是人物的耐力 跟斧頭的耐久度 大哥你砍這麼久樹都沒有進步 這樣要怎麼成為專業的伐木工咧 欸!接下來來分享伐木技能模組 來解決這個問題 訂閱並啟用就會生效了 模組能為遊戲增加伐木技能 是對於砍樹這本技術有幫助的能力 因為模組是英文字 可以啟用翻譯模組 把模組內容翻成中文字 前面有說過模組會增加伐木技能對吧 我們能藉由砍樹來提升伐木等級 它能改善砍樹時消耗的耐力值 每級木工都能減少7%砍樹跟移除怪木時被消耗的耐力 除此之外 每升三級伐木技能都能減少12%砍樹時會消耗掉的卡路里 往後再也不用擔心砍每幾顆樹就又瘦了 另外這個技能在斧頭方面也做了一些改善 但是每升二級伐木技能會額外增加一點減少斧頭損壞機率的能力 還有每級伐木技能都能增加2點用斧頭砍樹時的效率 另外每級伐木技能也能增加移除怪木時10%的速度 對嘛都已經砍了這麼多顆樹 當然都會技術進步啦 另外在我們砍伐中大型樹木時 會有比較高的機率掉落額外的物資 砍掉的樹越大顆機率就越多 除了會掉落樹枝嫩枝之外 也會有稀有的機率掉落松果 幸運的話也能看到松鼠哦 沒想到砍個樹也能獲得新鮮的肉吃吧 伐木等級練到8等時 我們就不會因為砍樹而得到過度疲勞的狀況 這對砍樹的效率很有幫助啊 現在我們來到創角頁面 模組為了遊戲增加了新的正面特質 喬夫 能增加一級伐木技能 模組也改善了一些職業跟特質 但是職業伐木工增加了三級伐木技能 對嘛伐木工有伐木技能很合理對吧 還有林務員也自帶了二級伐木 農夫職業有一級伐木技能 順面特質原意是能增加一級伐木的等級 模組支援多人模式 砍蛋先前介紹的轉身技能書模組 也有支援這個模組 能輕鬆的進入伐木技能啊 最後作者有說明目前這個技能 是沒有技能輸的 或許未來會增加 蠻期待未來這個模組的發展 好啦上面就是這次的影片 感謝觀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個喜歡給我的力量哦 我是砍蛋大家下次再見了 掰掰 瑪丹捏 -ning- - 你 - 薅